兩年前台灣和日本簽署台日漁業協議 總統馬英九出席在宜蘭蘇澳舉行的協議簽署兩週年活動中 特別強調這項協議解決了台日之間 暢達40年在釣魚台海域的漁業爭議 漁民也普遍認為這份協議令漁業作業順利 亦令漁民獲利 台日之間的台日漁業協議 4月10日簽署滿兩週年 總統馬英九12日出席在宜蘭舉辦的協議簽署兩週年活動 馬總統強調這項協議解決兩國之間長達40年的漁業爭議 宜蘭蘇澳區漁會理事長陳春生說 我們的漁業已經有很大進步 國際之間也看到我們的存在 馬總統強調這項歷史性協議 令他提出的東海和平倡議發揮預期功能 就是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 大家降低對抗氣氛 最重要的是主權無法分割 不過資源可以共享 馬總統表示 東海和平受到周邊地區高度盼望 所以這項協議的精神 未來也可以適用於南海地區 令漁民可以無後顧之憂作業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這項協議 我們先來看看